Oh my god 多一点点我就要Diabetes了 各位 今天的话题是 喝果汁竟然会 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Zap 我是营养师Zoe 很多人会选择喝果汁 可能因为好喝或者是方便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 喝果汁真的会比吃水果好吗 其实这个主题相当有正义性 因为有study之处 喝果汁会让我们的血糖飙升 也有些study是讲不会的 出于我们的好奇心 我们也想知道 吃水果和喝果汁是否一样 对我们的血糖影响到底有没有分别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实验吧 我看到2.2下到 这个味道反噢 5点不 25点不 5.5 我们的fasting 6课是一样的 哼 想不到 吃东西吃东西 那么正如刚才你们所见 我们这边有两粒层 一粒苹果 还有一个梨 我们是把它平均分开 它是它的我吃我的 然后等下我们再量一个 餐厚的血糖 我给你吃虾 来 吃虾 我扶着 5.9 5.9 5.9 5.5 5.2 5.9 5.5 6.4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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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实验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 为什么喝果汁会让我们的血糖加深? 其实就是因为用了blander blander里面的豆片就会把我们的水果切成小碎片 也将食物细胞打碎释放里面的营养素就包括了糖分 本来这些水果应该在胃里面待更长的时间 由physical跟chemical digestion 把它消化分解成小的 但是现在整个过程都提前在外面完成了 甚至比我们的胃更厉害 所以所有的营养素包括了糖分都提前被释放 那么当果汁到达我们的胃的时候 可以更快的通过胃进到小肠 糖分在小肠的消化和吸收过程 变得更容易更快造成血糖快速上升 或成为Super Spy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喝果汁是否会让我们的血糖飙升 我们进入实验班,Let's go! - 啵? - 换嘴已经干净了 - 吃一点脚 - 吃一点脚 - 看不出 我自己 dapat会做螃蟠 我薄的手 还没有公布答案之前 我们就先来分享 为什么也有studies指出 那是因为当我们搅果汁的时候 所有营养素都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包括了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 这两种纤维都很重要 但是在这支影片 我们只讲对血糖有影响的功能 水溶性纤维可以溶进水里面 形成Gel-like detection 这种Gel可以延缓我们食物 从未被清空的时间 而且这个Gel也会包裹住我们的糖分 所以消化糖分的Enzyme 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分解它 就是因为果汁流有这种水溶性纤维 糖分在小肠的消化及吸收速度被减缓了 所以才会有study讲 喝果汁是不会造成血糖飙升的 这里所提的果汁是 Blended Juice和Juicing Juice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果汁也保留了 非水溶性纤维 非水溶性纤维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 胰岛素敏感性 敏感性越高 就能越有效的把糖分带进细胞 从而降低血管里的血糖 但是要注意哦 这里所说的果汁是Blended Juice 不是Juicing Juice 因为炸的果汁呢 会过滤掉大部分的纤维 唉真的是很可惜 因为呢 这个非水溶性纤维除了可以帮助我们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它还可以帮助肠道的健康 尤其适合那些便秘的人 好啦分享了那么多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吃水果和喝果汁 到底有什么分别吧 6.0 7.6 多一点点我要打比disc Oh my god Oh my god 诶 差很远耶 多一点点我要打比disc 好各位 很恐怖 你有想到会是这样的 我第一天吃水果的时候 血糖升了0.4 而第二天喝果汁的时候 我的血糖竟然升了1.3 是喝 是吃果汁的 哈哈哈 是吃水果的3倍哦 我咧我第一天吃了水果过后 我的血糖上升了0.9 而第二天喝了果汁过后 我的血糖上升了2.7 哇整整3倍是3倍哦 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喝果汁吗 根据马来西亚的调查预定的 trust fresh fruits over fruit juice 可以的话选择用吃的 这样吃多少呢 MDG是建议一天水果的摄取量是2个食品 或相等于2个拳头分量的水果啦 那如果真的要喝果汁的话 也不要取代超过1个分量的水果 那就来到最后一个环节啦 是你你会选择吃果汁还是 是你你会选择吃水果还是喝果汁呢 我是会吃水果啦 因为我觉得不麻烦啦 又好吃又耐饱又健康 我也是这样觉得 因为我觉得脚果汁很麻烦 这样你们叻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 希望大家吃得健康吃得开心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